开馆前先来一段工商资讯 过去几个星期老板们会面对这几个问题吗 第一 员工工作效率低 第二 有急事要找员工的时候 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 第三 要和顾客开会的时候 员工竟然敢敢知道 不用烦 馆长给你好介绍 只要你有VimeGo奖励系统 就可以用这个APP 轻松掌握员工的工作进度 它到底是Work from Home呢 还是Sleep from Home 查一查这个APP就知道了 要了解更多关于VimeGo的详情 那就马上滑下去 我们的资讯有你想要的答案 OK 欢迎收看和收听 由ManyCourse Marketing为你冠名赞助的风人馆 我是馆长蓝志峰 这期是第20期的风人馆访谈节目 20是我的幸运Number 我的LuckyNumber 因为我的生日就落在20号这一天 但是民政党的LuckyNumber是什么呢? 那我就不知道 可能我等下介绍出来的嘉宾会让我知道说民政党到底有没有LuckyNumber 不过我可以确定的就是过去三年 从2018年509大选之后 民政党尝试走不同的路线 比如说退出国政 然后成为第三股势力 到目前加入国盟Prikata National 人民对民政党也好像是没有什么好感或者没有什么好话 批评声浪大过认同的这个声音 这一期很特别我们是以直播方式进行 而且这个话题也很热辣 就是国盟是民政党的解药还是毒药 本期的嘉宾是民政党的总秘书麦家强 欢迎你 家强 谢谢 谢谢 蓝哥 叫我志峰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做一些recap 就是2月11号农历新年前戏就是除夕夜 当我们在准备团圆饭的时候 哇 首相兼国盟主席慕尤丁给民政党送上一份大红包 让民政党过个搞搞的很牛的牛年 民政党被接纳成为了国盟的这个议员 那么其实你身为总秘书 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 这位总秘书比我还要年轻 是民政党史上最年轻的总秘书 只有36岁 年轻有为 那么年轻有为的总秘书 在除夕当天 你们有没有想到说 莫一定会在当天宣布 正式接纳民政党 还是你们之前就已经想说 应该会在这几天 但不知道说 不知道正确的日子到底是几时 大家晚上好 刚才你已经帮我介绍了 我姓麦名叫加强 你是福建人吗 我是客家人 但是我在冰城长大 所以福建话没问题 所以如果你以福建话来读我民 就很好笑的 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子称呼我的 不过我已经是习惯了 所以回到这个民政党 忽然间人家就说 我民政党你们是最吃香的 新年时候有首相跟你们一起做这个 捞声 所以我是以我的主系的那种方式去回答 你主系是学者 你是律师 你应该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 pattern吧 所以我以不同的 pattern 带出他的那种方式来 很自傲的跟大家说 这就是蓝海策略 他是蓝海专家 所以这个讲出来有点好笑 可是都是有不同 民政党在上一届新年的时候 也请了老婆过来 所以这一届也请了慕尤丁 所以算是我们这个传统都会请首相来 为我们添加这个热闹 这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 希望在推出了国阵的时候 有记者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庆祝 有国家的政府来跟我们一起庆祝 这就是我们所谓所说的蓝海策略了 这是不能解释中的解释了 这样你满意吗 我的节目有一个tagline 就是不要车大炮 不要耍嘴炮 给我最真诚的答案 但是有些问题如果太过尖锐的话 你没有办法给到很直接的答案 因为有些问题坦白讲是很尴尬的 你就尴尬的代括就可以了 不过回到来 除夕当天 你们有没有expect到说某一天会在这一天 给你们这份红包或者是大礼 我相信是before除夕那天 我们已经知道了的 除夕我们的这个劳生是除夕 我们已经是知道是我们进了国盟了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趁这个机会 就说好啊 不如我就跟主席建议这个东西 不如我们来一个online的庆祝的方式 然后又想想下谈谈下 又有这个劳生的这个意见出来 就就敢敢进行了 就当做是国盟的劳生的这个一个庆典 因为那时候那时候国盟他 那时还是在mco 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庆典 也没有特别的方式 而这个方式就由我们民政来扛起来 就把它变成好像国盟的这个劳生 就这样子的带了出来 那么回到很关键的问题 为什么民政会选择国盟 是不是因为台面上已经没有其他的这个option了 你刚才说不能打嘴炮吗 不能说谎吗 所以我又直接问 我就问回你了 我们民政还有其他选择吗 有啊 第三条路啊 那说好听点啦 说好听 当我们离开国阵的时候 离开国阵的时候 每个人讲 你们很有秩序啊 很有guards啊 很有guards啊 出来啊 那时我们听了也是飘飘然这样子 然后就决定要做这个第三势 第三例 然后就去试了这个单勇比爱 去到单勇比爱的时候 人就遇到一些选民 选民就说 你们民政党好像孤身作战 你们好像没有马来领导 你们没有马来票 我是喜欢你们 投给你们没有用 因为你们没有党 你们没有这个其他种族的 那时我们就杀掉了 我们不出来 你就讲我们没有用 我们出来了 你讲我们有志气 当我们去竞选的时候 人民的声音又不一样 那时我们就醒了 我们民政党不能孤身作战 还是要找这个战友 找这个战友 就慢慢的寻找 慢慢寻找 到最后 这个政治不断的改变 不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不是意料之中 所以慢慢慢慢 我们觉得这个国盟 能合得来 去尝试一下 我们也是有它的价值 我们也是有力量 所以就尝试 尝试过 真的是我们也不错 人家也是接受我们 就觉得我们有我们的力量 还有它的价值 虽然可能人家讲 我们是破船 我们破船还有三支钉 希望这三支钉 国盟能好好用到 来绊导我们这个政治的敌人 那么其实如果时光导流的话 你会做这个决定吗 就是退出国阵 这个就有另外一种的说法 我曾经有一个党员 他就告诉我 加强 如果民政党没有退出国阵 你是做不了总秘书的 所以今天你问我这个问题 如果我这个朋友党员有在的话 如果时光导流的话 他一定会为我答 应该要退出 没有我讲错 宠秘书 那个是开玩笑 不过想说真的 时光导不导流 已经是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往前一看 接下来要做些什么 要想些什么 对国门有什么贡献 在接下来一些政策上 最重要是政策 政策对这些需要的人民 做出一个贡献 在政策上的改变 那才是最重要 那么在这里 跟网上的这个Facebook 还有YouTube的朋友 打一打招呼 那么欢迎你 把你想要问的问题 可以问Mike Gekang 那么他会很直接 很坦白的告诉你 他的这个答案 如果他不能够回答 或者是超出他的范围 我相信他会尴尬 以笑带过 这是刚才跟他吃饭的时候 大家有很坦诚的交流 所以线上的朋友 不管是在Facebook 还是在YouTube 那么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意见 不仅仅是针对民政党 也可以针对当下的一些政局 想要问嘉强 说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或者是想要知道 一些什么样的内幕 都可以问一问嘉强 看看他如何来回答 好 回到我们的这个问题 就是民政能够从国门身上 得到什么东西 哇 这个课题 民政在国门身上 能得到什么东西 可是我会觉得 民政能给国门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一进去一个 一个人的家庭 我们就跟这个人讲 我们作为客人 去到这个人家 我们就要这个 要那个 我觉得这个人也是not sincere 同样的民政走到至今 我们一息都没有 你还有勇气跟人家讨什么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进到这个联盟里面 我觉得我们民政可以offer什么东西 才很重要 这民政能够给什么东西 让国门来加分呢 其实在还没有进国门的时候 民政都 我啦 我都不断在想着 怎么样去在这个政策上 做出贡献 最近想了一个 不懂适合不适合 不懂够不够时间来分享 快速的讲 快速的讲 在我做基隆坡主席的时候 我要求的东西就是 Free License L Free License L是什么 因为我做律师 在律师 在法庭每天看到很多人 没有license 驾车 驾摩托的 即使他是三个 已经成为三个孩子的爸爸 都没有license 那是我很惊讶 慢慢慢慢去寻找的时候 原来来自穷的家庭 或者有些是 他从小 他的生活就是很痛苦的 我们是理所当然 父母亲给我们钱去学 就有了 所以我觉得 以其让这些 这一堆的人 去到driving school学 为什么我们政府 不能把这个driving school的 这个课程 来到中学里面教 让政府去承担这个费用 因为你只是要考了 那个文章文章 上了六个小时的课 考了那个课 你给三十块给GPJ 你就拿到lesson L了的 因为当我们会议走路的时候 小孩子 我们就是road user了 所以为什么政府不能把这个东西 搬到去学校教呢 又一举两得 他们懂马路的规则是怎么样 而减轻他们的负担 不针对这个license的这个事情 Motor license的事情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是交通部长 魏家祥也有提过说 要把这个license性的 这个考车费之类的 把它降到很低 然后就以不用200多块 因为之前 现在的价格应该是要400多块钱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那个时候考的时候 是百多块 所以那个是不是 要把那个考试费降低 不是 我是说 我们拿license L license L过后就license P 那license L是16岁 你就可以去考了 所以这个16岁 你可以在form4的时候去执行 你不要不需要去另外去 去到外面去driving school给钱 学校可以做的 政府可以承担的 为什么我们不做 减轻人家 你拿了license L过后 你要考license P 你去外面学 那个两年里面 你去慢慢承担 所以即使你是 不要度都好 或者是没有钱都好 至少政府在这个政策上 都协助了你们 在这方面 所以你要考lesson P 那个是另外一个了 考车 可能未加乡 都是未加乡做的 可能是另外一个 我所说的就是 学生们17岁的时候 政府应该免费的 给他们去考 这个东西 我们民政党想得出来 有一套的做法 我们会向国门推出来 这个policy是有利于人的 有些人是我刚才跟你分享的 三四十岁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license 不要出奇 这些人我们要讲帮忙 过后我们会跟国门分享 要怎么样去做 所以民政党在国门的 这个框架底下 就是提供一些 替代的这个政策吗 是这样的意思吗 有利人民的政策 有利人民的政策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进去什么价值 而我们想出来的政策 不是那种 讲打嘴炮就算了 我们过去的政府 我们看到是做不到的 我们想出来东西 要想到很遥远 能做到怎么样做 给那一堆人 我们的target是哪一个 学生 这些做了爸爸的是怎么样 所以要不停的一个思考 因为只有政策 才可以真正的帮到人 你去那些很形式化的给钱 给这些东西 他可以帮到一下子 可是永久的 我们还是要回到交易 这是其中一个 还有很多东西要好好的去想 那么现在明镇有了国阵这一座 国盟 有了国盟 我用 不要用国盟 国阵一直会乱的 一个是 不停的一个是 OK 现在明镇有了 不停的这个靠山 会更好吗 还是说 不停的多了 明镇这个旁 其实不停的会更好 那么到底谁需要谁多一点呢 我相信这几个 当他们自己加起来的时候 就成为自己的靠山了 可能加进国盟 国盟可能不是我们靠山 我们就要制造自己变成一个靠山 每个人都是一个力量 怎么样善用这个力量 最重要 国盟 当明镇党加进去了 第一个要做的东西 我觉得是破兵 破了兵过后 就要让人民知道 国盟他的这个好处 带人民会去到哪一个东西 带一个方向 哪一个好的东西 所以他还有很远的路要去走 而不是你今天进去 大家就可以 搭到公司还是什么 很多东西都要经过 他的一些去开会 探讨 协调 谈 而这条路也不简单 才慢慢的开始 你本身也是民政党支下去的 这个主席 对 那么我们看回去 就是雪州的国盟的主席 阿斯明阿利 已经委任了雪州民政党的主席 洪敬达进入雪州国盟的理事会里面 成为副主席 那么支下去的国盟主席 有没有开会 有没有邀请你成为 给你一个职位 或者是给你一个platform 让你更好的发挥 有没有开会 有没有讨论这个东西 暂时你看阿斯明阿利在斯朗尔的时候 他们行动真的很快 当我们一加入的时候 他就马上行动 马上有变动 马上就自己执行 回到我们这个吉隆坡 我们吉隆坡 该建的都建了 我相信各种都会慢慢的去破冰 去进入 接下来要走怎么样方向 大家都会坐在讨论 波雪狼的阿斯明阿利 你看他做事真的是很快 让我很敬佩的 所以吉隆坡 我相信 一些领导人我们已经见了了 所以正式的开会 所以我们还是在 在 定那个时期 这几时 然后我们出来开会 Brikatan 直辖区域的 未来的主席是谁 Captain Suhaimi 哦 土团党的 土团党的 哦 他是 他没有关职哦 他是神远特吗 他是上议员吗 他不是 不是 他暂时没有关职 如果没有错的话 哦 那么现在哦 民政党成为了国盟的成员之后 能够为民政党带来第三村吗 如果我们说第一村就是1968年成立的时候 然后拿下槟城州的执政权 然后第二村就是73年当国政 当巴利桑成立的时候 那么民政党成为其中的成员之后 就从槟城跟霹雳慢慢壮大成为全国性的政党 那么现在来到第三村了 就是2021年民政党加入成为国盟的成员 延续了政治的这个寿命之后 那么这个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新的篇章 New Chapter的开始呢 我相信应该是会是New Chapter 你问我们未来我算命算不到啦 我不是算命师啦 可是我相信它是一个New Chapter 第三村啦 让我想到婚姻哦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老人家 老人为什么娶一个很年轻的 有时候我去问我这些无疑的朋友 为什么他这样老 他还要鼓励去娶多一个年轻的老婆 马来西尾也是有看过 他叫他爸爸去娶一个年轻老婆 因为他们 我不懂是不是真的啦 你娶一个年轻的老婆 你会延长你的生命 so你讲到民政党来进入一个新的婚姻 可能第一次可能会延长这个生命咯 可是未来要怎么样走 还是要回到我们国盟的这个 全部的领导人 我们的这个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 如果大家能坐下来 有一个很远的方向 带出很好的policy 我相信这个国盟会走得很远 但是国盟 当民政党还没有加入的时候 很多国盟就被批评为说是 个炸马来人的这个阵线 因为他两大的成员党 土团党 土团党就是 我们类的这个政党 另外的就是伊党 PASS 他是一个伊斯兰或者是宗教的这个政党 那么当然Saba 还有SAPP 还有杨德利 然后还有这个PBRS Auto Group 就是Joseph Guru的这个儿子 那么整个色彩都是很马来人的 这一个色彩 那么民政进去之后 怎么样去neutralize 这个大马来人的这个色彩 或者是讲白一点的 就是right wing的一个collation right wing的这个政党 right wing的这个联盟 民政党你们扮演的 可能是一个很吃重的这个角色 但是这个角色呢 又不被看好说你们能够carry到 所以我说国门有眼光 选对了民政党 来综合他们 这个答案满意吧 不是很满意 那当然你看到你都讲他们都是 Malayan national 都是以马来为主嘛 或者是以宗教马来人为主 所以有一个民政党在他们都是在 讲着马来人的东西的时候 或者是以宗教为主的时候 我们民政党能站出来 老兄 我们这边是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有各族的东西 可能你不了解各族 或者在华裔 华裔这方面 或者英裔同胞这方面 我们可以provide到 而我们民政党接到这个国门 我们可能对这个巫裔 或者是这个宗教 可能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所以彼此的接力 彼此的学习 我觉得国门应该是走向 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里我先看到 有看到一排的这个留言 当然有一些是非理性的 在那边讲一些不礼貌的时候 我就不念出来 这里有几个比如说 有一个是Desu Bing说明镇加油 另外一个是Kian Hsiao 又讲说 选明镇有保证没贪污又连镇 这个是明镇在过去给人民的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 就算当时在国阵里面 他也有一个称呼就是国阵的良心 就是在执政兵城的时候的政绩不错 然后整体的领袖的口碑也不错 但是经过了2008年就是13年前的政治海啸 平成全军覆没 然后来到2018年的时候 在全国所有国州议席都全军覆没 大家都在关心明镇的朋友都在问说 民政党如何能够遇火重生 如何能够自知死地而后生 所以 民政党现在应该算是最糟糕 不太可能比现在更糟糕 因为已经是输到完全没有东西可以输了 那么如何重新站起来呢 民政党像你讲了 已经是很贴地了 海底的地 东地 不能再下了 只能上班了 所以接下来就要看我们怎么样去跑 因为有时候在政治里面 它就好像爱情这样子 你有付出 你喜欢这个女子 你每天付出带她 带她请她吃 然后对她好 她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 不是说在爱情里面 不是说你有付出 她就一定要喜欢你 同样的在政治里面 你对一些选民做了一些很好的东西 或者是你有付出 选民不选你就是不选你 因为那是他们的权利 这就是democracy 我不选你就是不选你 可是我还要求你做多一点东西 在这一方面 民政跟马华都算是吃尽了苦头 包括我在这两边的朋友都说 这样也不是苦头 我不觉得是苦头 你不觉得是苦头 因为我就把它当成一个爱情来看 你这样崇高 对啊 我付出并不代表会拿到 难道我追你 你一定要喜欢我 我对你付出 就是这样子 可能你在publicity那方面做得不好 我可以讲的是民政党就好像 这个笑傲江湖里面的灵狐冲 有些另外一个政党呢 他们就是这个 佐冷禅 或者是这个恶不群 拿着正义来做坏事 所以 你会觉得这个是君子 跟你提倡很多东西啊 可是到后面他做不到 而这个灵狐冲呢 他好像给人家看到好像是坏人 可是他做的东西 全部都是好的 所以我在党里面有时候 我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我们做政党政治人物 一定要做一个坏的好人 不要做一个好的坏人 好的坏人是怎么样 就是你表面做得很好 可是你心很坏的 我们呢 在一些事情 可能在给一些意见 是很坏的 很坏的 好像跟人家 not in line的 可是我们做的东西 是以好人为根本的道理 和这个道德去做 就比如最近我提出这个 哈利阿旺 哈利阿旺 在这个华文报 不是中国报而已 还有其他的报纸 当他们报导 我看他们comment 我以为只是第一个comment 是克沙气死啊什么啊 一两个还不用心 我接下来看到东西 可以说是不好听是99% 好听是90% 我觉得这样子不对啊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不对啊 我们每次讲 他族好像是比较极端的 可是我回到看到我自己 这个所谓的什么 中国人的50年的文化 我觉得这样子不对 所以我在我的Facebook里面 post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文化 也不是中华文化 为什么要这样子去curse一个人 阿达嗦啊 无门达 过世了 你看马来社会 他们都会觉得很可惜啊 当一个人有问题了过后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要进去诅咒人 这个诅咒的文化 我希望在华社慢慢慢慢 可以慢慢的改善 这是我看到很生气 可是又不动来讲去发泄的一个地方 这是不对的一个文化 OK 这里呢 就有一个网名 Ramona Ramona 不可能是在这个媒体那边讲我要这个习 他们就另外一个媒体那边通过 是这样就给你 不可能的 当我们已经是国盟里面的一分子 什么东西都要经过开会 讨论 怎样好好的去分配这个位置 那是常人都会知道的一个东西啊 在这个议席分配的课题上 比如说 现在民政要把这个精力把它放在集中 放在槟城 或者是一些特定的这个周数 那么民政党至少在谈判之前也有自己的这个底线 那么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你的这个民政党的底线是在哪里 我主席也是很多次向外的分享啦 跟我的看法都一样 我觉得我们要集中 集中在几个席位 可能以前我们说要10席啊 12席15席啊或全打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同的 我们要集中 把火力集中起来 即使是集中只有3席 我们就向这3席去打 输赢就是那3席 不要觉得我们是一个靠山 是一个什么样东西 要全部都打到完 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那我们从以前输到现在 我们要策略要对 集中我觉得是对的一个方向 不要再去分散 集中在槟城 我觉得我们的根在槟城 因为徐子根还在槟城 所以我们觉得槟城是我们集中的一个地方 这样讲是徐子根会再出来打的意思是吗 没有啊 因为徐子根有那个根字嘛 我们的指根在槟城 除了槟城之外 霹雳你们在霹雳的根基也算是不错 因为以前的老总林昌 不是林昌有林静毅 也在BROS这么多年了 那么霹雳还有其他的一些干部也算是还不错 那么霹雳会不会是你们集中的另外一个周数呢 那如果还没有加入国门之前呢 我们有想到 冰城跟霹雳是我们以前胜利 有胜过的一些席位来的 所以这两个地方应该也是我们的主力 那当然进了国门过后 很多席位都要分出来去讨论 那当然我们现在还是觉得 冰城跟霹雳这两个周 是我们应该是向前的 那当然在当中去谈的时候 觉得 Strategically 是要怎样 要那样 那我们才会慢慢的分 好好的分出来 那么现在的这个政党的这个 基本上大家的看法呢 就认为说 很可能疫情稳定之后 就是会举行大选的 很可能最快的话是2021年 今年的最后一期就是 10月到12月 那么政党已经开始做 这一方面的筹备工作了 那么其实民政党在这一方面的工作 做了没有 OK 什么叫疫情稳定啊 如果每天三千 Flatten the curve 也就是说每天三千克 稳定了 可以做大选了 三千是不稳定的 三千是稳定 因为没有再起了嘛 没有四千五千六千 只是三千 稳定 宣布大选 其实没有人知道 以前哦 以前大家都可以知道 以前你问大选几时 首相知道 现在大选几时 我觉得首相都不知道 因为疫情的关系 如果你上次稳定了 你看 沙巴一做的话 就变成这样子 那当然现在很多假消息了 假消息 我要大选了 所以这个假消息 它有带来一个好处 而这个好处就是说 每个政党都很积极 已经开始做出准备了 所以你问明政党有做出准备吗 我相信开会也是准备的一种 所以我们很多开会的 纯粹开会罢了 哎呀全部东西都是来自开会的嘛 brainstorming嘛 所以我们跟其他党也是一样 都不停的一直在开会 因为政局都不停的在变 变医师 但是我们主席叫我们来开会咯 有开会 永远开不完的 永远开不完的 所以我们就不停的开会 工作当然是总秘书的下面的旗下的一起做 一起努力 那么在国盟里面有一个政党是很特别的 它特别之处是跟民政党的关系是很特别的 这个党就是伊党 那么当伊党还是反对党的时候 当民政还是国政还是执政党的时候 民政就有律师 可以以民政党的党的名义去起诉吉兰丹 说你不可以制定伊斯兰行事法之类的东西 那么现在国盟底下 民政党跟伊党算是盟党了 算是伙伴了 那么这一些过去的东西 会不会影响到你们跟伊党的这个关系呢 就是过去的这些尴尬的情况 那么还记得就是当国盟接受民政党的时候 就是你们的这个吉兰丹的一个领袖 就说我要去打Kotabaru 他问题是Kotabaru一直以来都是伊党的这个选区 而且伊党之前也派了他们本身的这个候选人 就是陈生顿 当然陈生顿以前也是民政党的 或者是很久以前的这个故事 为什么你们的领袖会这么不敏感的呢 你问的这么长哦 如果不打你我跟你讲 我一下而过K 你应该会神奇的 那我要套用这个DASOK 让人家问他 你会跟周星施合作吗 他讲如果他一天还没有死 DASOK还没有退休的话 他们都有合作机会的 如果好像不是很恰当 可是又很恰当了 我们民政党 又还没有被deregister 还是一个政党 所以跟每个人合作都有机会的 同样跟伊党都有合作的这个机会的 那当然我们进了国门过后 要进入很多破冰的这个程序 当然以前的这些呃 污秽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是成熟的人 能抗开一笑而过 然后一起去手牵手 呃去去面对所谓的第三村 就好像这个女孩子结过婚了 这个男孩子也离婚了 两个在一起 忘记大家的过去 大家都是成年人 一起前进啊 没有看到有什么 呃不对的东西 那当然很多网民就会挑起 哇你们以前跟他打打打打打打 那个网民很想知道很想八卦啦 你跟他解释了过后 他们还是讲哎呀 你们还是以前这样子这样子 所以你解释了也没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在政治上 嗯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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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走开 你的PASS有两个意义哦 一个是PST 一个是PS啊 哈哈哈哈 是这样的意思吗 所以 以前民政党 直接在深入一点 打你的问题了 我们把很多事情都带上法庭 对法庭有一个决定了 嗯哟 也就是说哎我跟蓝志峰打架 然后我找一个中间人来判决 对还是错 哎他讲蓝志峰对我我错 啊我们还是可以做回好朋友吗 啊他都讲你对我错 因为根据法律是这样子的 同样的法庭有一个判决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 嗯哟 呃这个HUDU是这样子的 是他们有权利的 嗯那当然我们觉得 哦是哦 PASS坐在对面 我们给他看坐在那边 哦法庭已经这样判了 哦 所以证明你们对了 这样过去 过去的过去 就过去咯 反正有有庭令 我们是有司法 这样司法说是这样子 我们就向前咯 嗯那么现在会不会说 比较尴尬呢 所谓尴尬不是说 之前发生的东西 影响到现在的这个关系 而是伊党 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 是要以宗教来治国的一个政党 而其他的这个国门成员 比如说土团党 虽然土团党也是以穆斯林为主 但是它是凸显的是马来民族主义 那么民政党呢 是有一点的这个左倾的这个 比较left的一点的这个政党 那么大家的理念不同 会不会说在政策制定 还是在讨论一些重大课题的时候 会出现很大的分歧 那如何去去处理这些分歧呢 我觉得政治口号跟政治现实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就比如我们最喜欢的党就是火箭党说 我们要这个UEC 而这个政治口号喊了很久过后 当他们做了这个政府 都做不到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教育大蓝图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他们也知道做不了 同样的伊党 是否是口号 或者是最后的end game是这样子 可是你还要尊重我们国家的宪法 我们国家宪法才是最基本的东西 你能做到做不到 你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宪法 那当然如果有一天我们华裔 或者印裔同胞的这个人数 慢慢跌跌跌跌升1% 我觉得要改变这个国家宪法 成为这个所谓的以宗教为主的国家 我觉得没有不可能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呼吁华舍们 生多点孩子 是会有影响的 如果以比例来说的话 就算一对华裔夫妇生5个孩子的话 但是整体的人数来讲 就算是华裔人口增加 但是在比例上来说 也是没有办法跟对方去fight 所以这点我就不认同你的这个看法 不过不用紧 我们今天不是来辩论人口 我们来讨论这个个题 那么这里有个网名Daren Lim Daren Lim他就问说 民政党要如何面对 Azmin派系来抢民政的传统选区 这个问题也应该是很多人想要知道的 因为现在最新的进展 就是两个公正党的华裔的YB 中少云还有孙伟轩 他们已经不能够所加入过 他们支持过 那么这些人都是Azmin派系的色彩很浓 那么他们可能接下来要做的呢 就是去争民政党 或者是争这一些以华人为主 或者是华人占多数的混合选区 比如说你的前总秘书 梁德明的新邦任根 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 华的一些选区比如说老乌 比如说Seremban 比如说文东 还有北部的有阿罗斯达 这些可能华裔选民 刚刚好50% 或者是少过50% 那么这一些议席呢 都会是Azmin派系的人想要去争夺的 那么其实 民政党怎样去争取这些议席呢 刚才讲到Azmin那里了 我就要拿电话出来 看一下我有他们的电话 我要call他 问他 跟他讨论一下 要怎样去分这个东西 也是那一句 开会 我们要开会 如果你觉得我这样的一个看向 Azmin会喜欢我这样的一个领导 我问一下网名 如果Azmin喜欢我的话 这样我谈判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如果Azmin不大喜欢我的话 这样谈判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不过我觉得这些分析 这个席位不管是Azmin的派系的人 还是哪里派系的人 你进到这个国门 你就要守国门的这个方式 怎么样去好好的去谈 好好的 因为民政党到最后 我们还是要focus的 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可以赢 我们谈 觉得OK 没有问题 最重要是拿得起放的下 我们要学习一党这样 在沙巴一党都没有上 到最后他们还是有领导在里面 我们不能忍吗 我们都是以智慧来编政治的 所以不一定要上阵才代表着你是一个 不一定要上到很多 就代表你才是政治的团体 要focus 接下来的站不简单 所以还是通过 有多么的会多么的复杂 你本身的这个assessment 没有三角站都有四角站 我相信接下来的 如果国门跟这个国阵 没有谈妥 那接下来就很多三角站四角站 那他的后果是什么呢 他后果就是可能西门又回到来咯 所以西门回到来 那当然有人喜了 有人忧咯 那当然我们是国门一派输的 那当然是忧咯 看你是喜欢谁咯 如果你是喜欢我们民政党的话 那你会为我们担忧咯 这样子咯 这里 他说 希望党领导 这个党应该是指民政党 就是希望党领导 可以把民政党带入政治新常态 但是他没有解释什么是新常态 那么 根据你的这个接触 你担任总秘书都已经有三 两年多 接近三年了 那么 现在 民政党是不是处在一个 比去年喊出第三股势力 可以更好的一个位置 当加入成为国盟的成员党之后 ok 我要给网民知道 民政党 把我当成 把我选到是一个总秘书 大家都知道一个年轻的 小子是30 那时是35岁 都有机会做到这个总秘书 就是党的那种的决心 要改革 要有年轻人的思想 这个是不能否决的一个事情 所以当他进到去 年轻的思想带路进去 这是肯定的一个 刚才那个网民所说的 一个新的发展 一个动态 这样子 讲到第三势力 刚才我跟蓝兄分享到 在当中BI的时候 我们就告诉大家 我们 不是 不是国盟 就是西盟 国政就是西盟 网民来来去 就只有这个选择 而这个选择我就比喻成 你不是pepsi 你就是cola 而当时民政党打出来就是一个开水 你看pepsi跟cola都是黑色的 为什么你们要在黑色之间 选一个来喝 两个都有高糖分 两个都喝了都不健康的 我们民政党就好像摆开水这样子 出来干干净净 你应该选他吗 可是到最后 你都知道了 当中BI出来的成绩 输到安贵金都没有 安贵金都没有 那时我们就知道 原来喝百开水的人 是生病的人 有病的人才会选这个百开水 应该讲百开水淡而无味 却能止渴 所以 因为生病人不能喝pepsi cola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知道 从那时我就开始知道了 第三势力就好像百开水 有病人才选你 所以你就要选择 你不是国盟 就是西盟 一个要有component party 没有的话你是走不远的 所以现在就消杠 消杠是一个网民 他就说 消杠还是消告 消杠不消告 消杠 他就问说 民政党在下一个大选有什么计划 他这个问题问的还蛮大的 可能他想要知道 就是民政党在下一次的大选 有什么计划 比如说 你们的候选人 或者是你们的选区 还是说 你们会不会尝试去影响国盟的整个选举的部署之类 总之是跟大选有关的 民政党有什么计划吗 消杠啊 你记录起来 017 280 4880 我的电话 你打电话来问我 不过我这边要分享的东西就是 现在民政党 尤其是直辖区 我们推出的是这个 哥马来西亚案 哥马来西亚案是以这个西蒙的弱点成为我们的强项 去推出这个idea出来 那我们发现到有时候 在这个22个月里面我们发现到 这个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哥马来西亚案里面 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国语是马来语 可是在往往在一些政治的团体面 他们把这个马来语 国语讲到一分的不值 第二点 华人 给一些政党影响了 总觉得自己都是 second class citizen 总觉得自己都是被discriminate的 总觉得出了国才会想 好像那个 美国那个 对 他出了的都办到 美国人家 哇我们华人要出了国才可以发挥 但是你们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华人曾经做过dyt马来西亚 最高了 我们都有cm 葡萄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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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 他说淡华语叫什么 煽动 煽动就觉得我们华人 好像是永远被discriminate 所以我觉得民政党推出这个 各马来西亚里面 我要让马来西亚人 feel proud again 自己as a Malaysian 觉得这个国家 这个语言 不要看扁这个语言 你要看一下吉兰兰 吉兰兰 即使他是来自华小 还是淡小 他们都有一个identity 这个identity是什么 都会讲吉兰兰语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 identity 马来西亚人 我们的国语 我们要掌握 我很 最近我看到有一个post 他这个是 马来西亚艺人是华人 他说他不会华语 很多人就脾气他 所以在那个post里面 我讲了一个东西就是 我会感到生气 如果马来西亚人 不会国语 可是我会感到可惜 如果你是华人 你不会华语 当然那个艺人 他会讲 他只是不会写 所以我们还是要 带回那个identity 马来西亚这个identity 这些true的concept 就是我们要懂得 学会尊重 我们的国语 我们要feel proud 我们是malaysian 不要觉得永远 就是discriminate 而这个concept就是在 其中一个 而我们就是要推崇出来的 不要觉得永远是 别人他族在 对我们不公平 其实在他族 他也是觉得好像 好像对华人比较好一点 对他们好像不好 所以互相的猜测 要到几时 所以美国讲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要带出的就是 Make Malaysians feel proud again 这样有没有扬名叫Trump 我不要Trump 我都讲我只有福建民 我才麦给强 OK Kideon 他就问说 民政党下一届大选 会回来安顺首途吗 就是你们的前主席 马秀强的选区就是安顺 那么民政党下一届大选的时候 会不会去安顺 我觉得如果他是想 我们这个前主席 马秀强地区 你就要在那边搞好 你的这个地方的组织 把这个力量接起来 来到我们国门那边 说我们如果没有马秀强来 我们就不要投 这个就有效应 如果只是单单靠着我们民政党的力量说 跟国门谈判的时候 我们要安顺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赢 这个力量不够 因为投票的力量来自人民的 如果你要马秀强 你就开始做 你觉得他是一个值得珍惜的领导 这个工作我就交给选民了 他没有讲他是不是安顺的 他肯定是安顺的选民 他没有的话 他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他可能想要知道说 选民正会不会重新回到去安顺的 这个地方 如果选民要的话 我觉得 Why not 都有可能性 这样你呢 你本身会去哪里 我想坐享其成 坐享其成不对 我坐享其成的意思就是说 我想在这个大选里面 Coming 15届 去到全国协助这些候选人去演讲 或者是convince这些选民 为什么要支持我们 在中在before that的时候 也是要推出一系列的好的政策 去改变他们 我暂时没有这个想法 要去哪一边 可是这个变化可能会不停的变 如果我每次跟人家开玩笑 我就说 我不想答了 你赢了 我就坐享其成 你选我做senator 就好了咯 你输了 你都会输 我怎么会赢 所以我每次都会这样子来回应人家的 所以同样的这个问题 我都会回应 跟网民这样子回应 我还是想做senator好了 做senator 没有经过选票的洗礼 感觉好像少了一点点 我已经经过这个选票的 以前我在上一届大选的时候 我有出来竞选 阿顿在Negles Milan 不给格巴亚 所以我经历过 是一个 那时安贵金有丢失吗 我赢我 我赢的意思就是我安贵金还保着 安贵金还保着 没有输到老口 没有输到老口 还穿着裤 所以不用担心 感谢格巴亚的选民们 感谢你们 让你还有裤子穿 OK 那么这里应该是还有几道 最最后几道的这个问题 就是 民政党还能不能够 回到去过去的那一种光辉的日子 所以光辉的日子就像冰城这样 就是重新拿回冰城 你认为说需要多长的时间 来重新拿回冰城 哇光辉这个定义很难去决定 是怎么样转是光辉 不过回到党里面 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能破灵 有一个议席 在州会也好 在国会也好 我觉得这是迈向光辉的第一步了 能不能回到以前呢 就看选民来决定 那当然我们民政党已经证明在冰城 是有一个政局在那边 可是往往选民都是往前看的 所以我们要跟选民也是一样 都往前看 你在跟人家讲 我们后面做了些什么 做了些什么 如果没有民政党的话 这个DAP都没有这样多地方来发展 不停了 选民都不停了 我们只好去往前看 未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发生 可是如果让我们有破灵 有国习有议席 那我们就会善用 善用这个机会 好好的再跟人民做出贡献 因为我们是连现在输的议席 我们很渴望有这个议席 有渴望能代表 代表这个人民的声音 当你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代表你声音出去 因为我们真的很渴望 而渴望的人他得到了 他不会滥用 他会好好的 为人民怎么样付出和珍惜 所以记得 槟城的朋友们 记得投我们民政党 这个不是把民政党拉票的 要拉回来 不然等下很多网民讲 你帮民政党大台 其实不是 是他很聪明 他利用这个机会 来帮民政党宣传 OK 我要放一个disclaimer在这边 OK 来 还有一道的问题 就是民政党现在的领导层 就是以刘华财为首的领导层 跟元老们的关系如何 根据我私底下接触的一些元老 其实他对刘华财是有一点的意见的 因为民政党的组织架构比较特别的 那么掌握党产的是元老局 那么其实这些元老 比如说两位三位的前主席 从徐子庚 然后到霹雳州的郑可阳 OK 郑可阳 然后到马秀强 其实现任的领导层 跟这些元老们 跟这些vaterian的关系如何 他们有没有给一些 他们的看法或者他们的劝告 这样你有没有问这些元老 喜欢不喜欢我 没有 他们看不到你拍谁 这样我不懂要不要 我还想要竞选主席 我还想要竞选主席的 你心量大咩 一定要咯 我们年轻人要有 你看不哪个国家 NZ还是Canada 三十多岁都说 他们的总 是President 还是Prime Minister 为什么我卖给Kang不能 我果然是雄心万丈 我可以选对啊 刘华财选对你这种虐数了 所以讲到那个关系 我觉得 我不懂你跟谁交谈 那当然每个人 在我旗下 有些人喜欢我 有些人不喜欢我 都会有的 都会发生的 可是怎么样喜欢不喜欢都好 当我们去到外面的时候 是一体的 而这个在Buds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们里面超到很 超到不三不四 可是当一句话下来 每个遵从领导的这个精神 而这个我相信 在国门里面全部人都要学习 只要一个东西决定了 就一起走 你不高兴不开心 辩论了过后 那当然我们会有一个空间 给你辩论了过后 当领导层决定了 那我们就向前走咯 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我卖家墙也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也是很多人喜欢的 所以同样的刘华财也是同样的 所以如果我跟你讲刘华财 这个什么 Blue Ocean Strategy 每个人都喜欢 那今天我真的是打嘴巴 那当然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最重要的领导层 喜欢的人比较多 还是不喜欢的人比较多 那当然他选我出来 我当然要讲是 喜欢的人比较多的嘛 正是正确 OK 好 那么我看这里还有哪些网民们 有本身的这一些 看来你也是有一些supporter 他说 支持麦先生协助民政党的演讲内容 OK 我再稍一轮看看 有一个网民 他叫Faky Taxi 他说为什么会输到现在 这问题也是有点难回答 所以为什么民政党会输到现在 就是过去三届都一直数08年 然后13年到18年 为什么输到现在 因为选民们 他们里面有一个火 而这个火就是改变的火 他们想看新的一个环境 当我们人赚够钱了 有钱了 觉得安稳了 没有外来的这个 外来的这个威胁了 我觉得我们要看改变 同样的在那个时代那种的 那个改变的这个风 是很大的 所以要改变 就要牺牲掉 一直以来付出的这个民政党 就好像槟城 我要看到改变 如果民政党可以做到这么好 他们相信 这个行动党也是可以做到很好 所以当他们一改变的时候 看的东西好像又不一样 还是觉得民政党好像比较好一点 就是因为民政党很多这些树林 真的是Gazette变成 因为徐子庚告诉过我们 槟城不能overdevelop overdevelop的话 就会很麻烦 所以如果没有徐子庚 接下来的政府都没有地区发展 所以同样的当那时候的这个风 你不要讲不是党员 可能有一些党员都觉得 他们也想改变 这是民主的国家 所以他们想改变 所以到现在这个改变的风 到上一届大选 所以我们就输到上一届的大选 接下来这个改变风 是否还那么强呢 或者是要给我们新一代的领导人 在民政党一个机会呢 就要看下一届大选 看选民要怎么样去选 OK 这里是Ong Kian Singh Ong Kian Singh 讲说 Yes people should give Grakan one more chance and we will deliver our promises to our beloved country Malaysia 基本上是打气的 还有这是胡昌熙 他说 请教如你所愿 民政党直下去 在应对大选 要推克马来西亚案的理念 你认为身份认同议题 就是identity politics 就是你认为身份认同议题 是吉隆坡选民优先关心的议题吗 那么对于城市选民优先关心的事项 直下去民政是如何理解的呢 简单来讲说 他就认为说 可马来西亚案这些是类似 有点identity politics的议题 但是更贴身的就是 城市选民的课题 那么其实民政党是如何理解 这些城市选民 比如说是意识住行 这一方面的课题 我觉得这个意识住行 仍然重要 那我推出这个格马来西亚 它是一个concept 一个思想的改革 为什么我麦加强 在大学的时候 会选择进入这个民政党 因为喜欢上我们第一任的 这个主席 他的卖点就是一些idea 让我觉得 哇 这些idea能帮助到我 人生接下来的路途 所以这个格马来西亚也是同样的 在我们的政治 你看一些到很多 你觉得这些网民不应该这样做 好像是科兴人这样 所以带出正确的这个concept出来 是很重要 可能它起不了作用 可能在五年十年 他在未来就看到那个作用 希望选民能跟着我们 带出来这个concept 一起的起舞 有一个正确的思想 不要觉得我们永远被discriminate 不要觉得马来文不是我 在国际上没有用 所以我们不学 不自豪 觉得我告诉你 一些中国的朋友 他跟我谈话的时候 他就会跟我讲 你们的政府 对你们华人很什么 我听了我很生气了 关你什么事 我真的很生气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呢 因为很多华社都会带出这种信息给他们 他们是其他国家人 这是我们国家的政治 而且你们受感染的是错误的东西 为什么永远都觉得自己是second class 为什么自己不会自豪 这是right的concept 我觉得民政党一定要好好的推出去 如果没有的话 在未来会更惨 那当然意识住心很重要 所以如果单单一直给钱来解决问题 你没有奶粉我就给你奶粉 你没有钱我就给你钱 我觉得永久性来说 是人家说治标不治本的 所以教育上 教育是很重要的 OK 这里最后一道问题 Orange TCP 它是我们的忠实 忠实的观众 谢谢你 那他提到说 他不太认同你刚才所提到的 就是不太认同人们是因为安稳和富裕 有钱的时候才来说要改变 反而是觉得是因为辛苦和不满现状 所以才会要求改变 那么在马来西亚搞好经济和人民的生活 执政党选举才会比较容易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不认同你说吃饱 没事做了 所以才来说要改变 你有什么东西要反驳吗 他认为说人们要求改变是因为生活苦对现状不满 所以才要改变 而不是因为吃饭没错 才来要改变 那么你有什么要回应吗 我只是要跟他讲谢谢你 虽然不同意我 你会听到现在 那当然你有你的意见 我有意见 感谢你 继续 继续 疯人馆 继续听疯人馆 谢谢你打广告 除了刚才你一开始就把名正打广告 最后你把疯人打疯人馆打广告 谢谢你 那么我再看一下再说一说 还有什么最后的这个留言 我没有念出 基本上都有了 好 那么今天谢谢 谢谢麦克强 麦克强陪了我们一个小时 那么也谢谢在线上 在YouTube 还有在Facebook上的朋友们 然后我们迟点会把这一期今天的这个精彩片段 把它剪出来 然后重新放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 让大家继续的观看 好 今天这一期的疯人馆就到此为止 今天谢谢你 谢谢加强 谢谢大家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